哈喽大家好 我是喜欢打上海敲马的凯哥 视频每天更新欢迎大家收看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看一下第一副 这个起手牌倒是一般 还缺个牌搭子 手里现成的搭子也不算是好 不是卡张就是对子 9筒来搭子到期 来2万有3对了下家打1万 这个牌直接启动做碰碰壶去了 毕竟我搭子上面对子比较多 如果不碰想要做门青 其实难度挺大的 还不如晃走一搏 追求一把牌型 上家也加入了 三筒也没对 现在就对子到期了 上家是在做条子呀 碰掉2万一上账 先跑条子 来北风先打9筒 碰三筒上天 打掉北风 这个牌觉得七筒应该不错呀 只要不成对 绝对是好七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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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家门清听牌 上家看样子也是能听 但是并没有去翘 看样子应该是听得不好 一万开杠杠了个七万呀 数字对了 型号不对 听得不好 上家也去敲牌了 现在是三家听 上家听牌就摸条子 不带这样玩的 三家听牌 对家肯定是10了 看看我们三家 谁的手气好一点 连续来调整 连续来调整 还好上家都不要 抓花 再杠 七桶杠开 开心快乐 六个花56分 加个苍蝇63分 这一次转型可谓是会场成功 值了 看一下第二副 起手无花 看看能不能做一个无花果 上来就摸进卡帐 算是开了一个好头啊 这个牌还缺个劲 花来了 大无花是没机会了 莱花也没有给我杠到有用的牌 是一个废物法 大无花是有用的牌 可以船公开 多吗 来看看能不能做一个好头子 太把脊梅了 多吗 还是同东西 上家门清听牌了 招花杠九条 这次稍微是有一点用了 但是润处也不大 上家没打过条子 这个牌选择打掉两万 毕竟一万出来的也挺多的了 放弃一个大子 小鸡来 竟然有了 到时候的酱被下家给碰走了 有的时候要上一张有用的牌 就是这么的难 还好这一次不是废物花了 杠了一个卡张进来 那就跟着对家打小鸡 招花杠七条 那就打掉两条 一上张 这个牌还是缺强 上家一直在说他的牌听得好 到底不知道是哪里好了 到现在也没胡到 看看是你好还是我好 墨烈万听牌了 听三教 看看上家到底听什么 上家是海斯顶球 二五桶带四桶 确实不错 但是我的更好 上家抓花杠六万点炮 加个苍蝇十五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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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